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牵扯到几个中国家庭 一时间舆论哗然 有的说你看 中国人就是脑袋瓜子活 到哪都忘不了走偏门 结果怎么样 在美国这法治社会让人给逮着了吧 而且这学生老爹还是通缉犯 活该 有的说得了吧 天下乌鸦一般黑 美国这大学也不干净 那还不是谁给钱谁上吗 我等穷苦人士还是哪两个哪待着去吧 还有的说你看 原来他们这些个富人家的子弟可以玩出这么多花样 你看他们那课外活动 什么曲混球 游艇 丛林求生 什么时候我们国家的素质教育能达到这水平就好了 看来大家对于这个教育问题确实是非常关注 毕竟大家都是过来人嘛 对吧 都经历过被摁在书本里头重置不见抬头的黑暗时代 毕竟中国人多 这个教育资源就这么点 千军万马过独木桥 这用户体验肯定不会太好 于是才有人说 是时候该给孩子减减负了 是时候该推行素质教育了 这样就不用为了硬实学习 那么这个学习就变成一件快乐的事了嘛 老马小说 也许看上去确实如此 你看人家美国 全世界高精尖教育资源最集中的国家 对吧 精英教育制度也非常完善 你看人家的素质教育水平 是吧 但是稍微仔细想想也许也没这么简单 你看这次舞弊案里边确实有几个中国学生是通过杜撰履历的方式 博得了入选评审的好感 从而入学的 但是更多的那些真的靠本事进耶鲁哈佛这些学生 人家不仅是学习成绩一流 而且还有真正丰富多彩的社会经历 人家是上过高山 下过深水 骑过骆驼 跳过跳伞 划过速将 打过马球 开过舞会 做过慈善 这些可是真正的所谓素质教育 跟硬式可没关系了 确实有助于身心健康发展 但哪项没个万八千美元能拿得下来啊 那比的可不是谁脑子好使谁刻苦努力了啊 那比的是实大实的超能力啊 有的人就说中国现在这种教育制度就是太注重考试 太执着于标达啊 弄的学生没创新没思想 老马想说如果明天中国也真的推行美国这一套 不同考了啊 就拼素质 那是不是这小城市农村的那些孩子一辈子就都没机会了呢 虽然他们没有大城市家长那种雄厚的财力啊 虽然他们没有国际化的视野 但是好在现在他们还有那最后一道保障高考啊 这个他们真的是可以凭自己的真本事和大城市的孩子们好好刚一刚啊 老马反正觉得如果让我重新重新经历一遍这个学生时代啊 然后把我放在美国那样的那种全民素质教育社会 那我估计我就连一个偏远郊区大学都上不了啊 妄想能名校毕业那怕是失了智啊 其实现在中国呢 你说完全没有这种暗箱操作啊 这种给钱走走后门这种事我是不信的啊 更何况最值得我们警惕的是现在一些学校特别是初高中啊 甚至小学幼教也开始花样素质化啊 不比学科成绩比谁火箭放的高啊 比谁这围棋下的溜啊 比谁这批花挺玩的好等等 素质教育本身没错啊 但如果你最终发展成也像美国那样啊 比谁名下有个基金会啊 比谁去非洲做个慈善 还催生出这种约定俗成现金入学 还一点都不觉得羞耻的模式的话 那就危险了 对吧 我们的这个高考制度 它也许仍然不能算是完善 但它怎么说还是一个有法律保障的 准入门槛人人均能的选拔机制吧 啊 所以不能简单的说高考限制了学生的发展道路啊 逼迫所有人都走独木桥去 你要看看美国啊 那些望着社会上等阶级孩子拿着钞票为所欲为 但是自己只能黯然神伤的这些跟精英教育说白白的美国平民 那我们中国的这些万千家长就应该知足 因为起码有高考 我们可以跟孩子说 你给我好好读书 这样将来才能有出息 我跟你说对于你们这种 我从小就特别接受不了学霸这种设定 他为什么就什么都能愧 我们就怎么都学不明白 我们至少也不比你们差 为什么就学不明白呢 奇了怪了我跟你说吧 有人没有这种设定啊 有另外一个人有想要 我们就是想要学不明白 那么我我从小就学不懂 没有什么都能以为 因为粒子的那状口 没有那种不太 有两个人呢 对于你们这种设定 那根本站不太 有什么都能力 是小就联 ホ桥 是什么都能过 我跟他们都能过 你怎么会 那么就没什么都能够